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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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事業應該這樣 如果我每天上班在辦公室 很難想每天有些不同的事發生 但是因為我們是創作的行業 所以經常覺得做過的事不想再做 我未必會用很勇敢來形容我自己 但是我經常都想找些新的事去玩 我現在進步了 因為以前我對於自己的形象 或者某些東西出來的效果 是沒有那麼有信心 但我覺得隨著年紀大了 我的接受能力闊了 或者看的不同風格的東西多了 我現在是會覺得什麼都玩一下 什麼叫美都闊了很多 怎麼會漂亮呢?其實很多東西都很漂亮 你找到一個欣賞點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很漂亮 女藝人的演藝生命可以很長舊 不同年紀層的樂迷 其實他們有不同的需要 怎麼可能永遠都只是有年輕的藝人呢 在不同的年紀層會看到不同的世界 因為你的心態不同 同一件事你不同的角度去看已經很不同 所以我開始因為這句話 找到很舒服的心態去工作 和她合作都冒險 她是第一次做老闆 第一次做一個整個工作的統籌 她也是受視覺刺激的人 她是現場看到不同的環境 將東西放在一起後 他都會突然間有些新的靈感 他提出的時候可能都會嚇一嚇 他有夠膽提出 我又有夠膽去試 因為是一份信任 我們最新的合唱歌就是合唱歌 將兩首歌用一個很特別的曲式 組合成一首歌 所以它是長達8分多鐘 就是以一個這麼長的篇幅去唱一個場景 這件事很難做 很多時候樂迷都不是很有耐性 前奏一長一點就已經覺得這麼久了 這麼久還未入歌 我也很害怕 哎糟了這首歌這麼長 如果真的很多東西不適合 要逐樣說 逐樣溝通 很頭痛 但是神跡地發生就是 第一次聽編曲就已經覺得 嘩 沒什麼想改 只有某一些位置我覺得還可以推進 或者我有一點點意見 怎樣可以精彩一點 每一次人生遇到挑戰 或者有些東西突如其來 我會跟自己說 珍惜它 人生如果風平浪靜 很多東西都看不到 很浪費 用了這種心態之後 其實人生有很多事情發生 都有趣很多 每一次有事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哎 有東西玩了 有沒有 你會知道嗎 我一定要嘩 好嗎 怎麼可能 要吃 of 那麼快 趕快 還是 我